硫磺石也能上无人机了 9月18日英国陆军推出了一款新型无人机 Hydra 400采用混合推进技术 携带三枚硫磺石导弹 可以在半径超过32公里的范围内摧毁敌方坦克 那么与普通的无人机相比 Hydra 400有什么优势 Hydra 400是九头蛇无人机公司设计的新一代重型无人机 有点很多 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可以携带三枚硫磺石导弹 这是英国军队主要使用的空对地导弹 射程从12到80公里 在此之前只有两种发射方式 空中发射或者地面发射 武军现在用的就是地面发射 其次就是Hydra 400的动力系统 九头蛇公司使用混合推进 也就是转子和单轴喷射涡轮机 能为Hydra 400提供50公斤的推力 400公斤的最大升力 跟使用电池的无人机完全不能比 也正是因为如此 Hydra 400就把硫磺石整合了上来 成为了一款比较特殊的导弹攻击载机 而且还很好携带 凭借着其便携的设计 汽车的后备箱都能带 可以在6分钟内组装并起飞 就使用方式挂载武器来看 Hydra 400的能力跟阿帕奇5值差不多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5值基本上已经没用了 造价高速度慢 隐蔽性差 飞行高度低 在战场上特别脆弱 都快被肩抗防空打成残废了 就俄乌战场上的情况来看 5值的综合战绩还不如无人机寻飞弹 还有无人机的运营和维护成本 5值拿什么笔 被干掉无可厚非 而且不光是5值 前线的CAS舔地机一起会被取代 当然那种兼具打击与投送能力的单位 大概率还能存活一段时间 说到这儿 火力军就有一个想法 这种新武器能不能拿到乌克兰用 现在的俄乌战场就是一片武器实验地 就比如美国 在俄乌战场测试低成本高科技战争 拿一堆无人机单兵武器 通过游击战消耗敌方的实力 还有英国原物的星光导弹 德国原物的ARIS-T都没有大规模列装 但效果挺好 星光与毒刺配合 硬是把卡5-2打成了宾威物种 那么海德尔400这种新武器 同样可以在俄乌战场测试 效果不会比星光差 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对空一个对地 海德尔400的攻击能力 都来自上面的那三枚硫磺石导弹 我们就具体聊聊 英国空军王牌导弹的性能 按照英国的说法 相比较其他反坦克导弹 硫磺石导弹的成功率提升200倍 发射成功率高达96% 不过从体型上看 硫磺石是一款典型的轻型导弹 长1.8米重50公斤 它是在美国地域火的基础上 采用毫米波雷达作为导引头 可以发射后不管 昼夜全天候打击 后来也有加装半主动雷达和激光制导 算是地域火的欧洲版 较小的身躯使得硫磺石导弹的适用性也不错 比较适合从较小的车辆上发射 波兰等国根据硫磺石的性能 开发了硫磺石导弹发射车 一般的导弹发射车也就搭载8枚反坦克导弹 但是以履带式底盘作为载具的硫磺石发射车 可以配置24枚导弹 如果以一个坦克连编制14辆坦克来算 一辆硫磺石导弹发射车 就能摧毁接近两个坦克连 作战效能毋庸置疑 就算是最老版本的硫磺石一 都能一举击穿1400毫米的坦克主装甲 在乌克兰那边就有搭载硫磺石的卡车 不过硫磺石导弹最大的优势就是人工智能 具备人在回路中的性能 可以在复杂的环境中执行作战任务 发射后不管自然也是标配 自行跟踪和识别目标进行攻击 如果是地面发射 早期版本的射程为8公里 改进后射程达到10公里 空中战机发射的话 射程要远得多 就比如英国最新的硫磺石3 听说射程可以达到80公里 Hydra 400身上的硫磺石射程 则处于二者之间 32公里 这已经够用了 如果在俄乌战场上测试 硫磺石的战绩不会比星光少 英国早期原屋的硫磺石1 地面发射的射程 大概在10公里左右 说实话有点短 这主要是因为 俄军那边的坦克和5G 不仅感知能力很有限 而且大部分的基载武器 攻击距离都在8公里以下 比如米245G 其装备的12.7毫米4管机枪 最大射程2000米左右 就算换成后期的GSH302机炮 其射程也不会超过4000米 还有米24搭载的ATR反坦克导弹 最初射程3000米左右 后期型号也不过4000多米 即便换装成S24型火箭弹 在精度步行的情况下 也很难达到4000米以外的目标 也就是说 就算是这些陆战装备 可以发现硫磺石1导弹发射车 但是由于其基载武器的限制 在展开攻击之前 几方地面部队就被炸了 而且导弹发射车这东西主打一个机动性 一分钟之内打完就跑 就算敌方立刻派出战机 也很难抓住并消灭他们 当然 俄罗斯并不是没有能打到硫磺石1的武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俄罗斯不仅加大了陆航装备的感知能力 而且也将他们基载武器的射程提高了一倍有余 比如现在的卡5-2 其地面探测范围超过20公里 空中15公里左右 同时它搭载的新型S80FP增程火箭弹 射程也超过了6000米 另外 还有射程8000米的AT-12反坦克导弹 以及后期射程超过10公里的AT-16 而且 当下的俄乌战场 无人机横行 导弹发射车的生存空间太小 所以英国后来又圆巫硫磺石2 这是一款2016年左右 财富异于英军的高密度武器 与硫磺石1相比 不仅精度有了一定的提高 地面发射射程也提高到了20公里以上 空射大约60公里 之前的硫磺石1采用了毫米波雷达 以及标准激光双模制导 后期英国又在此基础上 增加了激光和高端雷达指示器 精度大大提升 根据阿富汗战场上的实战反馈来看 空射硫磺石2 甚至可以精准地打掉一个 在30公里外驾驶摩托车的武装分子 从具体的性能来看 Hydra 400上面装载的大概就是硫磺石2 射程能达到32公里 价格也不贵 一枚硫磺石导弹的成本 大约在15到16万美元 载机再怎么贵 也不会超过50万美元 相比之下 导弹地面发射车 基本跟坦克一个价格 同时在隐蔽性方面 Hydra 400也更好一点 地面攻坚时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当然 Hydra 400不仅能打坦克 还能用于打击海上目标 包括刚性充气艇 无人水面艇 以及特种作战艇等小型船只 在滨海区域的作战效果也不错 可以说现在的俄乌战场 或者说之后的战争 大概率都是自杀式无人机 或者Hydra 400这样的重型无人机 能打爆敌方坦克最好 就算被击落也不心疼 等Hydra 400打爆俄军出名之后 就可以保证武器的出口和销量 就比如星光导弹 等英军之后打算外售 买家肯定不会少 毕竟实战是检验武器效果的最佳场合 俄乌战场是最好的军事实验室 俄罗斯就是最佳小白鼠 唯一的问题就是 英国会不会在俄乌战场上测试 目前Hydra 400还只是原型 估计到今年年底 英国陆军就会在军事演习中测试 如果性能没有什么大问题 不排除原屋测试的可能 差不多五年后就能列装英国陆军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认为 英国会在俄乌战场测试Hydra 400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证 我是火力军下期见